彩色怪兽去上学 我们要来做彩色怪兽的玩具 小朋友可以先看老师做一次 待会再重复看一次影片跟着一起做哦 我们的材料有小怪兽的配件 一个身体,两个眼睛跟两只手 还有颜料,海绵跟笔刷 彩虹颜色的贴纸,毛球跟透明杯 首先拿出海绵 我们可以先用黄色 蓝色有准备两种 一个是浅蓝色,一个是深蓝色 我们把它混在一起 就变成绿色小怪兽 在这里呢,你们可以随意的拍 只要记得黄色要多一些 因为蓝色很厉害 很容易把黄色给吃掉 用拍的方式 有时候可以轻轻的 有时候重重的 试试看这样子拍出来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小怪兽身体的周围可以刻意用比较深的蓝色去拍 这样子看起来会更有立体感 身体都上好颜色之后呢 我们拿出细的那一支笔刷 我们来沾黑色 这个呢我们可以用来画小怪兽身上的毛 小怪兽的眉毛 非常非常的粗 我们沾很多的黑色 帮他画粗犷的眉毛 每一个人当然可以长得不一样 不一定要跟老师的眉毛长得一样 你可以让他有不同的动作 再来我们拿出眼睛 眼睛老师已经上好白色了 我们在上面画眼珠 如果眼珠不好画 我们也可以用黑色的点点贴纸来贴 老师的黑眼珠没有贴在眼球的正中央 我把它贴在靠近边边一点 这样子眼珠转动的时候 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眼神 可以往旁边看 上面看 还可以斗鸡眼哦 再来也是用黑色细线画怪兽的大嘴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体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怪兽的手拿出来 有一面已经贴了双面胶 我们来帮他画手上的毛 要画在没有双面胶的那一面 两只手都可以画 小怪兽的配件都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们全部都摔干 吹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来组装 小怪兽的手 我们把双面胶撕开 要贴在怪兽的背面 肚子的位置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让它 是一个抱抱的动作 小怪兽的手 切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来装饰我们的透明杯 用彩虹点点贴纸 贴成你想要的样子 小怪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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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让小怪兽的双手 把透明杯给抱起来 小怪兽的声音 小怪兽的声音 完成了 可以拿出我们的彩色毛球 丢丢看 能够进几颗球呢 在过南部的3间 比明天空肯定 Wein 或顽 mala 索兽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